哈囉大家好 我要解釋一下這個故事背後的原型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在全家買東西 突然一個大神就衝進來 超大聲跟店員說 我的閃咧 我的閃咧 反正應該是他的閃被偷了 然後店員也嚇到 對他說不知道 他就一直解釋底底的在門口大叫 我的閃咧 奇怪耶 莫名其妙耶 反正他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他就隨便抓起一把閃就走了 接下來我旁邊的上班族就 然後就衝進去追那個大神 我那時候在旁邊快笑死 但是我也覺得那個大神很沒品 所以這一次洋蔥的行為 就是以那個大神做的原型 我原本是想要傳達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這件事 可是最後做出來好像變成 被偷再去偷就值得原諒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解釋 是我沒有表達好 怕有人會錯意 嗯 對 就這樣 沒事了沒事了 慕容忍 好 哈 哈哈哈